本节目由苏宁拼购独家冠名播出 主赛办时针录时缺奖了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由PPT为您带来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29轮 重新思维主场名战武汉卓尔的上半场比赛也是正确的开打 来看看这边挤到禁区里 背身拿球 想转身 走向门前 远端 后点停下来 看看 直接打门 停一射 特别是最后的射门 并不是说充分的发 应该还是吹了这下手球的犯规 这个球 很难讲是 看这时针录应该也是第一时间要跟V2裁判主要沟通 有可能是吹点球了 应该是给了一个点球 这边是给到拉斐尔 来看一看这个点球的主法 拉斐尔 助跑 打门 很轻松 这个节奏保持的非常的好 是 始终看着手命远 他还是看到这个叶尔杰提 整个重心向右去一动 对吧 然后才把这个球打出来 这压力可想 机会 看看 埃夫拉右脚的回线球 可以再处理的好一点 对 对吧 这球确实是挺可惜的 因为距离已经非常近 而且调整的脚步应该说非常舒服 不点凝凿 看看多角外围 还有不射的机会吗 应该说射门这一下呢 力量还是蛮足的啊 但是没有能够把这个角度完全打开 给出来 看看外围这脚的远是怎么样 打得好 有不是的机会 再打上门前 还是被门将董春雨啊 用身体给挡出去了 前面第一脚射门呢 是来自于罗斯文 大摩托 打到外围 阿德里安 左脚的大门 又被突出来了 我看一下门比赛呢 刚一上来啊 其实武汉州是想打一个快速的进攻 不过这边啊 看看这次左脚的射门 这个摆脱很漂亮 但还是最终射门的问题 拉费尔速度很快 这边门将拖久了 点球 这一下给了点球 确实是挺难判断 而且他速度太快了 这个球啊 确实第一下叶尔杰提啊 他就虽然说碰到了球 然后呢 但是没有把这个球啊 牢牢的给抓实 这个球呢 应该是没有再给点球了啊 这个球应该就是 最后呢 应该是要吹一个这个进区内的制球啊 右边呢 怎么穿怎么变 这小也好球的关门 球手边铺就起来难度挺大的 没错 有一个弹地 再加上又是夜下的这种感觉 来看看这次任意球啊 给到进区里有机会 这球罚的质量确实是高 是的 太急了 踩回来 逢进右脚的射门 虽然说有点脱手 但还是在空中看员之内 看看终于的包抄 阿兹连日也就给进来 哎 虽然有机会 我又这个球没撞进呢 再看一下 嗯 趁我 圆炳神碰到的话 嗯 这样的话 六分钟的补食时间也是已经到了 时针路呢 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一九赛季的中超联赛 第二十九轮的比赛当中啊 武汉周二呢是客场一零 战胜了重庆思维 谢谢大家